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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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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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粒 飞撒 嘿呀 嘿呀 大家 嘿呀 喝酒喝酒喝酒 春酒了 快快快快 你春酒了 快快快 八月五早 十月过大 为此春酒 一见美秀 老公 您刚念到春酒 春酒就来了 多谢多谢 嗯 真香啊 您多喝两碗 对 先生 我们也想喝春酒 哎 小孩子可不能喝酒啊 啊 如果你们背诗背的好 我就给你们吃一碗 不要 嘿嘿嘿 七月十瓜 八月断胡 九月书居 采如新出 自我能播 西汉初年 大儒毛亨的弟子毛长 在河间一带传诗 并解读毛亨所著 《毛诗固训传》 在他的影响下 当地人皆善事 九月筑长浦 十月大河下 蜀记同路 河麻疏卖 知道你们背的是什么意思吗 这首七月说的是 人们一年间的劳作 有劳作才有丰收 有丰收才有一堂吃 说得好啊 七月相传是周公所作 农业是周人的立国之本 这立国之本是什么 咱可不懂啊 咱种地的人啊 就知道 这粮食就是咱们的命 当年此处啊 土地贫瘠 夫子带我追肥 我不堪其苦 可夫子说 改造家园和土地 要一年一年 持续不断地做下去 如今 土地终于肥沃了 可夫子 他却没能看到 来 咱们以风说的春酒 敬毛亨夫子 好 敬夫子 今日物要颗粒归仓 继续打架 好 慢着点都慢着点 晚辈 拜见先生 你是何人 晚辈萨北宁 是从两千多年之后 来的读书人 两千年后 我们尊称先生为小毛公 尊称毛亨夫子 为大毛公 两位所传的诗 在后世被称为毛诗 是学生的必修课 晚辈也是从小读到大 我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 可是我不相信你说的 没关系 晚辈已经习惯了 这样 晚辈或许有一个办法 能让先生相信我 如果我能带您再见到夫子 如何 我自有孤苦 失去父 是夫子他收养了我 教我学诗 但是 我倒是真希望萨军 带着我 能够穿越古今 这样 我就能见到夫子了 先生 可愿随我一事 愿意 八月铺早 十月祸到 一刺春桥 一祸 一借为少 冒长 你捅呢 扁蛋呢 什么 她今年